Rovidita 定語 剛剛講了這個 講了這個Rovidita這個定語 Anybounty Entire Function is Constant 那這個定語 這個定語就是說 它告訴你在負辯裡面 你一個C上 然後有J的這個解析函數 它只能是常數 不可能是說 這邊還有不同的指 這樣它不可能的 不會出現那種東西 那你一旦有了這個Rovidita這個定語 其實你有了柯西的那個定語 你就可以證明另外 證明就是說我們在 可能在高中就已經都知道的 就是說代數基本定語 代數基本定語它跟你講就是說 你認了一個多項式 負係數的多項式 它在這個負空間一定有幾 那這種現象 在實數當然又是不對啊 你只要看這個 x平方加1等於0就可以啊 你這個多項式呢 它在實數是五解 五解 因為x平方加1永遠是大於0 但是它在這個負數它有兩個解 就是說正負i都是它的解 那所以 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 它講的就是說 Let pz be a polynomial 那Polynomial我們這邊 講的通應該就是說 它的係數都是負數 那這一句話通常不見得要寫 就是說它是負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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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一定要寫 這個不一定要寫 B的Polynomial 然後 然後 Op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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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大於等於1 這樣子 Len 存在一個 W屬於C 然後Satulate 然後Pw 等於0 所以它 它這個 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 它就是說 你認了一個多項式 它都有解 那有解 你一旦有一個解 我就可以把那個解 把它分解出來 然後Degree降一次 然後再繼續做 那所以就變成你認了一個多項式 它在負數裡面 它可以分解成一次 一項式的成績 也就是說它可以完全分解 就是說你可以 你Degree等於K 你就可以在負數裡面找到K個解 那當然你這K個解裡面 它可能會有重根 那重根 比如說你Z的K次方 它有K個解 全部都集中在那個原點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原點是它的0根 但是有重數 有重數K Multipplicity is equal to K 就是說它可能會有重根 那不管你重根 我們還是照樣把它計算在內 就是它有K個解 那你這個 Fundamental Algebra 它就是說你任何一個Degree 大於等於1的這個多項式 它一定有解 那同樣的這個定語 你呢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它是一次的話 然後A不等於0 你PZ如果是這樣 那麼你 W等於負的B除以A就是它的解 所以你 你如果A不等於0 那你負B除以A就是一個解 所以它你一次的話 它一定有解 那所以我們 我們當然就 我們當然就 假設你的Degree K 大於等於 Degree Degree 就是大於等於2 所以 你Degree 這個P 等於K 大於等於2 這樣 那同樣的 就是說你這個 Fundamental Theorem 或Algebra 在這個地方呢 我給你兩個證明 那給你兩個證明 你第一個證明 你第一個證明 我們利用這個 Degree K 第一個證明 我們利用Degree K 我們假設你這個多項是5解 我們假設這個多項是5解 所以這個多項是5解 就是每個地方它都不等於0 那你多項是5解 那你多項是5解 既然每個地方都不等於你 我就把它倒下去 那我把它倒下去 所以 所以 所以你這個 這個 QZ 等於1 over PZ 這個就是說 它就 Holomorphic Holomorphic 在整個C上 因為 因為 你那個P都不等於0 所以你倒下去 它也是一個解析函數 然後在C上 每個地方都是 所以你給它倒下去 你就得到一個 Holomorphic Function 你得到一個 Holomorphic Function 我要說 你這個 Q 它會幫點 那 Q為什麼幫點呢 因為 因為 你QZ 你如果把這個P 把它寫成這樣 AKZK 然後加上 AK-1 Z的 K-1 然後再加上 A1Z 加A0 這樣 對不對 你把那個多項是把它 把它寫出來 那寫出來就等於 這個 這麼一個東西 然後這個AK不等於0 AK不等於0 那AK不等於0 你假設 你考慮這個Z 比較大的 考慮這個比較大的Z 然後考慮比較大的Z 你把這個ZK 就把它寫出來 它就變成 Z的K次方 然後乘以 乘以 乘以AK 然後再加上 這個 加上 這個 這個 就是說 AK Z K-1 Z Z K-1 然後一直加 加到A1Z 加上 A0 然後這個東西 除以 除以 Z K 然後你取 你取 你取這個 絕對值 這樣 這個不用 所以你把 把Z的K次方 把它抽出來 你把它抽出來 然後你乘上 AK加上 後面那一堆 然後除以Z K 你看到後面那一堆 你那個分子 分子的次數 比分母要最少 要少1 它分子的次數 頂多是K-1 那分母呢 分母是1K次方 所以當你這個Z 它往無窮大 跑的時候 就是說你Z很大的時候 你 你 你這一堆 你這一堆 其實非常 非常接近0 它非常接近0 然後因為你AK 你AK 它是不等於0的 對不對 那所以你Z很大的時候 你這個很大很大的時候 你這一堆就很接近0 那很接近0 表示說你這個 你這個絕對值啊 它會大於等於 2分子AK的絕對值 當你那個Z很大的時候 那你大於等於2分子AK的絕對值 所以就表示說 你這個東西會小於等於 然後 AK 然後Z的K次方 當你這個Z 很大 你Z很大的時候 它就小於等於 等於AK 2 AK乘上Z K次方分子2 這樣子 OK 那這個 你這個估計呢 對那個Z很大通通是對的 就是說你Z很大通通是對的 那這個又告訴你說 你這個東西 當你Z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它這個其實是趨近於0的 因為你這個東西趨近無窮大 所以這個東西它會趨近於0 趨近於0 趨近於0 就是說當你這個Z趨近於5窮大 你Z趨近於5窮大的時候 你這個就趨近於0 那趨近於0 這個告訴你說 你那個Q 它是有界的 它是有界的 因為 因為你Q是個解析函數 它Z很大的時候 它就bunded 因為它就bunded 然後裡面 裡面解析函數你在compact set一定都bunded 那個沒有什麼問題 給它這個bunded 那所以 所以Q Q is bounded 那Q is bounded 所以 所以你 你就得到說 Q它是一個bunded entire 因為它本來就是 它本來就是在 整個C上都是解析函數 所以你現在證明它bunded 所以它就是bunded entire 那既然它bunded entire bunded entire 它是常數 所以你bunded b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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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它就變成一個 常數函數 那你Q變成常數函數 你那個P也變成常數函數 那這個就是一個矛盾 所以它這個是不對的 也就是說你那個Q一定要有0根 所以Q它一定要有0根 這樣 那這個是第一個證明 你第一個證明 你用流Village去證 那流Village你在證的時候呢 你是用科西公式或者是科西的估計去證 然後你在證明科西的公式或者科西的估計的時候 你用的是科西的定理 也就是說你如果一直追一直追追到那個源頭 其實就是科西的定理 那第二個證明呢 我們後面通通不用 我直接回到科西的定理 那所以你第二個定理 你第二個定理 我們我們那個科西的計分公式 那個就是說表現公式我們也不用 然後你科西的估計我們也不用 流Village我們也不用 那我們就直接訴諸於那個科西的定理 那我們直接訴諸於科西的定理 所以你同樣呢 你假設它沒有零點 就是說你每個Z帶進去都不會等於零 但是你在這個時候 我們做另外一個假設 就是說你這個多項是 它在X軸都是Village 但是假設那個 當你這個Z等於X是十數的時候呢 它的函數值也是十數 也是Village 那你可能就會說 這個假設就不太合理了 好像太過於artificial 就太過於人為這樣子 是有一點artificial 但是呢 假如它沒有這個條件的話呢 假如它沒有這個條件的話呢 假如說你一開始那一個函數 它在十軸的值不是十數的話呢 那麼你就取而代之啊 考慮PZ乘上P bar Z 那P bar Z 就是把那個P的那些係數啊 通通取它的conjug 所以它還是一個多項式 那你這樣子取的時候啊 假如說你這個地方 你帶十數進去 它並不是一個十數 但是你這個地方 你帶十數進去的話呢 它變成它的公二負數 那所以兩個一乘起來呢 它就變成十數 所以就是說 你原來的函數 如果沒有這個性子 你可以考慮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也是一個多項式 因為它是一個多項式 它也是一個多項式 然後 你這個多項式呢 它也沒有零根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有零根的話呢 因為它沒有零根 所以你如果有零根 那麼它就有零根 那它如果有零根 你再取它的公二負數 你原來的P就有零根 所以表示說 你如果Q把它射成P乘上P-bar 那麼Q也是沒有零根 也就是說你這個新的這個多項式Q啊 它仍然是一個多項式 而且它也沒有零根 那也沒有零根 那也沒有零根 同時 它在十數啊 它在十數 它是 它是十數這樣 對不對 而且都不會等於零 有沒有問題 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就是說 我們可以假設呢 P它沒有零根 然後P它是Rio 然後它在十軸都是Rio 這樣好不好 OK 好 那你既然你這個P都不等於零 然後它在十數上都是十數 所以你如果把P啊 把它限制到十軸 把它限制到十軸的時候 它就變成什麼 變成它的值都是十數 而且都不會等於零 你一個連續函數在R上啊 它是十數 然後又不會等於零 基本上就是說它不會變號 你這個函數不會變號 所以你這個函數 你在十數上 如果有一個點大於零 那麼它在任何點都是大於零 如果有一個點小於零 那在其他點通通小於零 它不會變號 因為它在上面不等於 它不能變號 那既然它不會變號 這個就很好 你 set i 等於從零 G到二π 然後這個P cos d 所以你就考慮這個 就是說你從零到二π 然後你把那個變數啊 用cos d 帶進去 cos d 你零到二π 它是十數嘛 所以你P 你帶cos d 進去 這個也是十數啊 然後它不會變號 那不會變號 你這個是一個連續函數 然後你從這個G出來 你這不會等於零 所以你這個不會等於零 對不對 它不會等於零 那不會等於零 我們說這個是不對的啦 因為它一定會等於零 那為什麼會等於零 因為你看 你P 你Pz 你Pz 一等於AK Zk 然後加 AK-1 Z的k-1 然後再加 加到A1z 加上 A0 然後 AK AK不等於零 對不對 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cos data帶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 我們把這個Z 把它看成是 在單位元上面 那你在單位元上面 它就等於cos data加上 i sin data 這樣子 對不對 那所以 所以你在這個單位元上面 你這個cos 你這個cos data 就等於2分之 Z加上 Z bar 對吧 那2分之1Z加Z bar 就等於2分之1 Z加Z分之1 所以我把 我把這個就 帶進來 我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 帶進來 所以它 可能這個地方 我們 給它 寫2個cos data 會簡單一點 這樣子 2就把這個 乘過去 所以你給它寫2個cos data 那沒有什麼關係 好 那你2個cos data 就等於Z加Z分之1 那帶進來 所以你就得到說 P 2個cos data 等於 AK Z加Z分之1的K 然後再加上 AK-1 A1 Z加上 Z分之1 K-1 然後再加上 A1 Z 再加Z分之1 然後再加上 A0 它就等於這樣 那等 等於這樣子 啊 我 我把這個 把這個分母 把這個分母把它 抽出來 我把它抽出來 那我把它抽出來 就變成怎樣 就變成這樣子 你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展開之後 它是Z分之1 這個是分母最高次 因為這個K-1 Z分之1 所以我如果把它抽出來之後 我把它抽出來之後 我就得到一個新的多項式 QZ 這樣 我得到一個新的多項式 那 你這個新的多項式 在0.Q0 你注意看 你這邊 你這邊 次數最多 就是說 所以你乘上 等於是說 你這邊 給它乘上一個Z的K次方 你乘上Z的K次方 你去帶0進去 這個通通等於0 然後你這個乘上Z的K次方 你帶進來 你帶進來之後啊 Z的K次方 K次方 就變成你這邊 就變成Z的平方加1 Z的平方加1 你Z等於0 就不見了 就剩下1 所以 你這個QZ帶0進去 它就等於AK而已 所以 你Q這個函數 你Q這個函數 它是一個多項式 然後它在 它在0.等於AK不等於0 對不對 然後 你當你這個 Z不等於0的時候 你這個不等於0 對不對 Z的K次方 所以你Z Z不等於0的時候 你這個不等於0 你會看到說 你這個 Z不等於0 所以 所以它變成 變成就是說 你 你 你帶到P裡面 你是帶這個 Z不等於0 所以你帶Z加Z分之1 Z加Z分之1 不管怎麼樣 它還是一個負數 它還是一個負數 因為你Z不等於0 是個負數 所以你這個也是一個負數 這個也是一個負數 加起來還是一個負數 所以你Z不等於0 你這個是一個負數 你帶這個負數進去PZ PZ 它不等於0 因為它沒有解 它不會等於0 所以就是說 你Z不等於0的時候 你這個 QZ也不會等於0 因為你這個不等於0 你這個也不等於0 所以QZ也不等於0 對不對 那所以 你 你這個QZ 這個多向4 它 它在整個C上 也不會等於0 然後它是一個多向4 它也不會等於0 好啊 那不會等於0 不會等於0 這個就 就太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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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